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间见,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世界末日后,只剩下你一个活人》的金丛片 此刻只有你共我 你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在一个普通星期二的下午,地球上的所有人全部都忽然死去 只剩下了你一个人 德尔是一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图书管理员 因为他患有侏入症,身材矮小不被待见的他 从来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末日降临后,集体暴毙带来了一个大问题 尸体腐烂的气味洒发在空气里抽气熏天 德尔担任起了尸体清理的重任 他闯进一户户家里,用被子将尸体裹起 送到他挖好的地点集中掩埋 为了方便记忆,他还在每一户的门口做好了标记 一天晚上,德尔忽然被外面的烟花吵醒 他寻声找了过去,发现了昏倒在车里的格雷斯 出于善心,他把格雷斯带回了家里 第二天一早,格雷斯便醒了 德尔把车钥匙还给了他,让他赶紧离开 他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兴许是末日后第一次看见活人 格雷斯硬是一直跟着德尔 在吃晚饭的时候,格雷斯说着自己父母的子音 然后不停地问着德尔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让德尔非常烦躁 他告诉格雷斯,因为身材 他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当镇上有1600人时,才是他最孤独的时候 格雷斯听办明白了德尔境界之高 便准备离开这里 眼看着格雷斯要离开 德尔忽然醒悟 这个人可能是未来能说话的最后一个人了 于是便拦住了格雷斯和他一起生活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 格雷斯帮助德尔一起清理尸体 他们一起掩埋尸体 一起去超市购物 一起去采摘蔬菜 一起捉鱼 一起做美食 一起开车听音乐 就这样格雷斯逐渐打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隔阂 让德尔习惯了有他的生活 但是格雷斯脖子后面 有一条长长的伤疤 有一些秘密 格雷斯不知道如何开口 没多久 几个自称是格雷斯父母的人找到了他们 说要带格雷斯回家 这一切让德尔彻底懵圈了 格雷斯爸爸看到德尔 似乎没有听懂 便给他科普了起来 原来世界上还有好几千人活了下来 他们都被称为神选之子 都聚集在几公里之外的城市里 过着有高科技 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种说法让德尔无法接受 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打开心房 却被格雷斯欺骗 他气冲冲地走出屋子 格雷斯也追了出来 向他各种解释 那根本不是他的父母 只是所谓的组织分配给他的 德尔根本不愿意听进去 开车躲进了图书馆 没多久 格雷斯所谓的爸爸找了过来 邀请德尔去城市生活 德尔一口回绝 但是他还是给德尔留下了他们的住址 重新回归一个人生活的德尔 眼前开始出现格雷斯的幻觉 他已经无法忘记格雷斯了 这样的话 就去找他吧 于是德尔便开车上了高速公路 再经历了好几次换车后 他终于来到了格雷斯的房间 当他看到格雷斯身上插满的各种管子后 德尔终于明白了这一切 他帮格雷斯拆下了一根根管子 正当他们准备逃出房子的时候 格雷斯分配的爸爸拦住了他们 原来末日发生后 为了让所有人摆脱痛苦 消除负面情绪 过上所谓美好幸福的生活 组织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将人们的负面情绪清除 有时甚至会清除人们的记忆 也清除干净 让人变成一个只知道开心的傻子 格雷斯得知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 气愤的一枪杀死了分配的父亲 最后德尔开着车 带着格雷斯离开这里 外面阳光明白 所有人开心的挂着笑容 格雷斯看着这一切 却一脸的冷漠 虚假的幸福比真实的残酷 要更加让人厌恶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度过世界末日哦 科幻之间等你看进入各种基塔科幻内容 瞧即将啦